从产品定义到产品设计 然后到产品实现的一个三角色的一个关系 通过新松公司 通过巴斯福集团 通过巴斯福和新松的工作的团队 我们构成了一个铁三角 我们从传统的工业机器人来讲 它更多的采用的这个材料 是传统的金属材料 我们随着机器人从传统工业机器人 向智能机器人发展过程中呢 有个要求 那么就是说我的这个载体 它要越来越轻巧 越来越坚固 所以在这里面 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就在于它的材料 那么鉴于巴斯福的产品是塑料制品 同时鉴于巴斯福在这个行业 它的这个领先和顶地位 我们通过和巴斯福的合作 那么可以让新松的这个新型产品 快速地推向世界 推向用户 那么也可以为我们用户 带来更好的用户体验 包括收货 产品定义以后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如何去实现这个产品 在这个项目中 我们要做的是一个协作机器人 这款协作型机器人 更大的特点就是说 因为我们共同去工作 所以需要有轻和力 然后更轻量化 现在功能材料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现在选择的空间也会比较大 可能我们会选择一些塑料类的材质 去代替一些金属类的材质 然后它满足它的强度 钢度各方面性能的要求就可以了 然后巴斯特能在这里 比如对我们更多的选择材料 比如说一些长纤维的 纤维的一些TPU材质 我觉得对我们来讲 还是比较有帮助 我觉得巴斯特它不是说 单单做一个材料的供应商 然后其次它还能提供我们很多 材料成型方面 在材料选材方面的一些支持 对我们来讲是能提供完整的解对方案 同时它有一些包括广真空西的这些设计平台的支撑 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讲这是比较好的 BASF We create chemistry